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安 我是郭帖克雷爾 今天帶大家來 黎大這邊回味一下 我懷念已久的 台灣的雞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發生一個很尷尬的事情 就是我看人家的 就是部落格 寫到這間Little Taiwan 然後是在黎大 然後就在這間Winghouse的旁邊 可是我發現 它換成另外一家店了耶 所以是倒了還是換地方啊 今天原本是在網路上看到 就是那間小台灣 然後它有在賣雞排 跟蒸奶 而且價錢就都還滿便宜的 所以原本想說 去黎大那邊 試試看 想說很久沒吃台灣口味的雞排了 可是沒想到它就是 可能是換位子了 現在是開在那個 但是因為有一點距離 所以我就放棄過去那邊了 有一點過了 我吃午餐的時間 有點餓過頭 但是我還是在尋找今天的午餐 所以我決定邊走邊看 看一下有什麼好吃的 那我們等一下見囉 我後來決定來吃炒飯 而且你們知道我來路上班是不是嗎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我好像來到了一條都是Hotel的地方 欸我好害羞喔 不過還好現在是白天 所以沒事沒事 是 KFC竟然還有在賣泡菜口味的沙拉欸 是不是我上一集 有在做活動的那個 INISPREET的賣泡菜 大家還沒看呢 可以點這裡去看喔 System 我等於 Microsoft 剛吃飽出來我覺得超好吃的 而且我覺得CP值很高 它那樣子一份我其實有點吃不完 那麼大一份然後炒飯才3900塊而已 而且它其他的麵食啊飯類也都很便宜 大概都4000上下 哈囉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現在突然換了一個衣服 然後感覺好像人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沒錯 我就是一個禮拜之後 拍的影片 因為大家就是看前面就知道 就是我去那個梨大那邊啊 想要吃台灣的雞排 可是它那間倒了 所以我今天 不放棄的 來到了宏大這邊 就是要去吃一下那個 Little Taiwan 小台灣的雞排 太想見雞排了 那我們一起去吧 我們一起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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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我们在那个little台湾里面了 只是因为我不确定他们这边的服务器是不是台湾人听不见懂中文 所以等一下好吃不好吃我还是出去再跟你们大家说好了 终于要听试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刚刚从那个little台湾出来了我觉得啊就是这样吃因为我只有点那个鸡排 然後我點的是那個胡椒口味的 我覺得他的雞排是好吃的 但是不是台灣的那一種雞排 就是你吃起來像是雞排飯 台灣的雞排飯便當裡面的那種雞排 就是薄薄的 皮薄薄的 肉也是屬薄的那一種 所以跟我想像中的那種台灣的雞排是有點落差的 我相信就是有一些可能在國外讀書啊 或者在國外生活的一些朋友 應該會有時候會很想念就是台灣的食物 那尤其像雞排又是其中一個特色的食物 大家一定就會想要去找一些台灣的食物來吃 那這次我覺得 Litle Taiwan的食物它其實是好吃的 但可能就不是我們想像中台灣的那種味道 就是我地址會放在下面 如果說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這邊Litle Taiwan吃吃看 而且我發現它有四間店耶 就我竟然天天跳到那個離大 就是沒有現在沒有在開那邊 那今天的影片大概編輯了 就是拍這個影片拍了將近兩個禮拜的時間 因為這中間空了一個多禮拜 原本我還就是放棄想說 之前錄的就乾脆就放棄算了 因為最後沒有吃到嘛 最後我不放棄 最後還是來那個 宏大這邊吃吃看這邊的店 那希望大家有喜歡這一次的影片囉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